100年11月30日 立位田秋景以及土醒哲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达屋族人跨海到台北 来控诉台电公司辐射外泄 蓝语人却毫无知情 让他们陷入无知与恐慌当中 这30年来 我们岛上很多人死于癌症 我们一再跟外界呼吁 我们每一年的死亡率 排第一位的都是癌症死亡 有人正视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非常的愤慨 也非常的沉痛 过去我们有一个妇女 她生下了畸形儿 我们却刻意的 不敢让大众知道 过去有一个齐老 她长期患了一种疾病 我不知道医生鉴定之后 是精神疾病 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着斧头 看到电线杆就在那边砍伐 你们知道蓝语人病了吗 记者会中立委邀请台北医学大学 工卫系教授张武修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锡南 以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树心等团体 共同关注蓝语合肺料辐射外泄的危机 一届人士呼吁政府应该全面检测蓝语人的健康状况 以及自然生态 那要对蓝语居民的生态环境的安全了解 要做全面的测量 要做更系统的完整的测量 那么除了土壤之外呢 暗沙之外 青苔之外 要针对他们的生活居招的这个稻田 芋头田 还有他们饮水要做测量 那这个测量当然要请公正的单位去做才行 如果台电自己做的话 大概可信度是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有这个之后 我们才能够了解是蓝语的居民 到底现在因为核汇料储存厂 接受多少色衣三七的暴露 而且不是只有这几年 应该在一二十年以上 都可能已经有慢慢慢慢的暴露存在 立委根据中研院研究员护知安调查指出 今年侦测到蓝语合肺料储存厂外围 有人工核种古六石 以及色衣三七外泄的趋势 证实厂区确实有辐射外泄 这个叫潮尖带的底泥 潮尖带底泥 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放荷汇料 外面的一些潮尖带 它把它挖起来 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是 结果是它是说 这两个 孤六石跟色一三七 都超标 超标 好 这个部分我们还不是太担心 我们这个底泥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样子 大家注意看 这个从2008年 这个好像是马英九救治总统吧 从这里开始前面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请大家看这红色或是蓝色都一样 但是到这里红色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蓝色的一直上来 这个如果不是外泄 这些怎么来 以前为什么都稳稳的 为什么这时候开始上升 所以我们在担心的是说 已经有外泄的数值 而其中这个红点 已经超过台电 他们自己所定的一个零质值 对于立委的质疑 台电公司仍然没有具体回应 我们确实没有所谓的污染的报告 这一点很抱歉 这个我们 那我们是 我们是有请 对 我们是有请傅志安教授做调查 不过他那个调查是 针对这个核能设施 包括蓝蚕储存场 他附近的这个生态的这个调查 并不是污染的调查 所以当初委员这个 请我们提供到所谓污染报告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 那个名称 这个这样的污染报告 这很抱歉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 但是我们的报告确实是有 那好 那我们会 我们这个 会回去会把这个 报告提供给人参考 好了 这个台电的这个问题 就简单讲就是说 只有污染报告 没有污染报告就对了啦 和废料事到无解的课题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 陈锡南指出 台电公司求援兼裁判 无法中立的评估危险性 应该设立监视设备 公开核废处理过程由民间监督 此外 陈锡南更呼吁 要谋大位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苦民所苦 灾区发生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领导人都应该到现场去了解灾情 所以我希望呼吁各位媒体能够 让我们的灾区 跟我们将来产生灾区的 合一合二合三场的冷却池里面的高 高暴力的高危险 电池里面的冷却池 都已经overloading了 它的设备都已经弄到现在30年了 那一个冷却池里面装了 六个厂 总共装了一万五千多树的 高阶的核汇料 那这当中 这里面的温度跟温度跟降温的水 冷却水会不会渗透 这在我们的监视系统里面 我们都是被告知的 所以我们应该民间组织一个监管系统 用民间来设备油资物来提供 我们用民间来监督 这才能够保障我们事情 如果说今天整个监测系统 由台队来监测 报告说都是安全的 这根本 这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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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裁判的做法 这是不应该做的 我更希望大家媒体能够同意我的看法 大家能够支持说 这次的政策 总统政策划表会能够到核二厂来办 你们能够出成这样的话 我们让我们这某大会的总统的候选 已经面对我们的 最危险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 最没有处理能力的问题 由于蓝宇辐射外泄的危机 族人浑然不知 当地居民的健康安全更令人担忧 他们的心理伤害难以弥补 我觉得我们受伤并不是只有肉体的 包含我们的灵魂 都深深的被伤害 我们不知道我们民主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是非常残忍的 台湾的人民 请你们协助我们一起共同监督政府 请政府真的终止它的核能政策 不要再让核飞料继续的污染蓝宇 继续的污染 台湾这片土地 谢谢 没有错 我们不只不希望核飞料污染来 我们也不希望核飞料污染 台湾的任何土地 刚刚陈锡兰董事长在听台电打呼 他就说 低放射性的核飞料就造成这么大的祸害 那我们真的不敢想像 这些高阶的核飞料 放在台湾本岛 我们的核一核二核三厂的厂内 他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祸害 那今日的蓝宇就是明日的台湾 我们一定要切记 今日的蓝宇就是明日台湾